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30日 星期日 這一節要跟大家講講電話騙案的問題 其實大陸 一直都是電話騙案的一個很重要的國家 很多人是從事這個行業的 就是電話騙案 有些是大陸的經營 但是打電話的人 很多人是來自 例如是在遼國、緬甸、越南 甚至乎 有部分是去到印尼 馬來西亞 有些是自願 有些是被騙去的 我們之前收到一個緬甸的消息 有大批從事電話騙案的人 有些是被騙去的 有些是被騙去的 有些是被綁架的 有些是被騙去的 有些是被騙去的 我們 一直都跟大家說了那麼久的電話騙案 騙到現在 還有香港人受騙 早一陣子就說 拘捕了一個 電話騙案 其中一個學生是參與者 他說 原來他也是中了招 之後 被對方慫恿 成為 共同參與者 一起騙人 想拿回 自己被騙的錢 好了 然後 最近又有一宗案件 也是一樣 也是有個大陸的官二代 他爸爸 在國稅局裏面做官員 竟然 不墮騙局之後 覺得自己好像是國安那樣幫忙查案 最終協助這些歹徒在香港 騙其他人 可以說是樂草為購 我們 跟大家說說這個安情 跟大家分析一下大陸人的心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內地的官二代 就讀港大精算系 聰明人 父親任職國家稅務總局 是一個官二代 被指牽涉一個假公安的騙案 他若見事主的時候 被埋伏的探員拘捕 最終欺詐一事 反而獲得撤銷控罪 為什麼 因為他是官二代嘛 但是 卻涉嫌反抗襲擊三個探員 被控三項襲警 這件事才曝光 案件早兩天開審 被告出庭致辯 自然當初在誤躲電話騙局 相信騙徒是大陸公安 委派他擔任國安局的調查員 查案 至於為什麼他反抗警察呢 因為 他以為 他以為是犯罪集團首腦派人來殺人滅口的爪牙 而且他說 這三個傻子 無論是否便衣 他們的精神面貌 身材比例 都合乎標準 所以 不相信他們是警察 意思 即是說他們 一點也不像 那麼究竟這三個 是面目可憎啊 是很醜樣子 擦眉擦眼 還是很英俊 完全不像一個警察呢 那麼在他心目中警察 是不是全部都是擦眉擦眼呢 這個真的是 他才知道 被告叫做道立行 現在在港大讀書 20歲 被告 就說 他自稱受騙 但是他說他覺得自己非常聰明 從你的 甚麼角度也好 他們自我評估 只能說是高分低 他說 象牙塔的聰明 跟社會上的聰明 是歷練上的差別 他也說得有少少道理 被告20歲 倒立行 原本被控一項以欺詐手段取得財物和三項襲警罪 控罪指他在去年8月31日 831 在彩營村彩營樓 某個單位假務中國公安 不誠實地取得一個姓鄧的男子人民幣465,200元 大約港幣52萬 另外在同年9月3日在康營樓三樓樓梯 意圖拒捕 而襲擊三個警員 控方今年2月將詐騙罪名撤銷 原因是證據不足 裁判官屈麗文裁定被告三項罪名表面證據成立 被告選擇出庭以普通話作工 宣誓之後 被告主動詢問裁判官是不是聽得到他的聲音 辯方資深大律師黃敏傑 先略述被告去年9月3日被警方拘捕後的法律程序 被告被捕後遭控以四項罪名 分別在一項行騙和三項 侵害人身罪條例 檢控抗拒和襲擊警務人員 在9月7日提堂 案件期後很多次在裁判法庭 提堂 被告也不准保釋 到了11月13日被告先向高院申請保釋 並在世章內提供行騙受害人的經過 才獲得 保釋 之後 前前後被關押了72天 到了今年2月8日 控方先撤回第一項行騙的指控 另外三項指控修訂以警察條例 告他襲警 之前的控罪輕微 20歲的被告 出生在 江蘇省蘇州市的崑山 成績十分之好 曾經獲得史萊的第一名 18年8月22日來香港 在港大升學 辯方同時呈上被告在大陸的優異獎狀證書 除此之後 被告在書法、國話和英文方面 都有結出表現 曾經在19年 去到非洲家樓 參加義工工作 為當地興建廁所和教導小朋友 被告因為涉案 被關押 一度被迫申請暫停學業 擔保外出之後 他在今晚1月8日恢復學業 同時獲得教授加許支持 被告說不懂廣東話 不懂聽也不懂說 至於個人的普通話能力 他仍有上海學 崑山那邊的口音也挺重的 因此跟本地人用普通話溝通 雙方也要慢慢說 才可以明白對方意思 典型的 困山口音 被告其後在代表大律師的引渡之下 講述他去年 誤墮電話騙案的經過 8月25日早上9點 被告接服聲稱是通訊管理局的預錄來電 指使 說他的電話號碼即將要被停機 被告心感困惑 想想是不是真的 於是就按指示回駁來電 接聽的女聲說他是通訊管理局的員工 收到深圳 深圳福田公安局的指示 說被告在內地的深圳電話號碼涉嫌違反國安法案件 所以會將他名下的其餘號碼涉嫌違反國安法案件 被告沒有深圳號碼 當時就有懷疑想報警 呂聲 聲稱獲深圳福田的指示 他們應該聯絡相關部門 並替被告把電話轉播到所謂的福田公安局 對方接駁了電話之後 自稱是公安局的綱號 是不是丁綱號 綱號還是丁綱號 文件亂的 被報上職員編號和聲明 他根據 報案規矩 被告需要親身以面對面方式去復覆填報案 被告就提出說職員往返不行 這個綱號就說可以替他去公安局的筆錄室 幫他完成六歲口供 但期間不可以接聽陌生來電 也需要確認是顯示深圳公安局的內電才可以接聽 Whatsapp視像來電 頭像是公安局的警輝 對方穿著民警制服身處於公安辦公室 被告扩慰區號和最後三位數是110的內電 透過電話也幫他筆錄 聲稱可以立案 又指被告可能被人假冒 並自然會主動幫被告向內地公安系統查閱資料 但是 之後這個手 再次打電話的時候就露斥被告報假案 並指被告是國家檔案嫌疑人 涉及洗黑錢 原來是說謊的 報假案 現在你很大話 我告訴你 你又是國家檔案的涉嫌人 還涉及洗黑錢 被告當時很害怕 聽到電話中有人喝釋 對報案人態度不佳 之後拿起電話說他 是深圳福田公安局 刑徵三隊的楊斌 治案介紹後就安慰被告 說現在我幫你接手 剛才這傢伙已經炒夠了 當然不是炒夠了 現在我來接手了 你放心 剛才他這樣對待人民 是不禮貌的 我們已經憤清了他 被告重新落口供 沒多久收到Whatsapp 11號碼的來電視像 對方穿著民警制服 身處公安的辦公室 遼天秘註是楊隊長 頭像是公安警輝 被告就把自己的個人資料交給他 錄取半個小時的口供 過程中對方的視像 只是開了三分鐘 但是要求被告一直都開著鏡頭 楊斌 向被告指示 被告的聲明被冒充了 在內地從事非法活動 我相信你是無辜的 但是 他沒有決定權的 所以 需要向上海人民檢察院副院長 陶建平回報 作特派處理 以爭取優先調查機會 你放心 我會幫你 被告其後獲得一個百威數字的香港號碼 聯絡圖 經過幾番電話 被告知道楊隊長曾經在圖面前幫過求情 所以 得到優先處理 我現在對你很好 圖要求被告登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院的內部網站 並輸入獲得嫌疑人的編號和密碼 被告發現印有圖建平印章的通緝令和資診凍結令 按照圖的指示 被告輸入銀行賬戶和資金 聲稱鈔票上的編號 可以對比他 幫他洗脫洗口錢嫌疑 被告 也曾經懷疑對方假扮他人騰騙 曾經用Google搜尋器 搜尋關鍵字比較 發現兩者網字幾乎一模一樣 據被告認知 內地政府網站和內部 相近是屍兇見慣 所以查證之後就沒有再懷疑 當晚8時 被告再接獲楊斌的內電確認細節 楊斌就吩咐他不要再奪陌生內電者 並為公安已經拘捕案中的犯罪集團首腦張健 相信他的爪牙 遍佈世界各地 試圖營救這個張健 以及毀滅證據 阻止公安調查 好了 精彩了 第二天 被告再接到圖的內電 聲稱團隊留夜分析 被告的父母有莫大嫌疑 同時列出一堆父母的姓名 和朋友 查問關係 並好嚇他如果態度不佳 可以直接 去香港國安處報案 可能有人會押解他的深圳搜查 被告如實交代 圖有名言 在香港有很多個好像被告那樣涉案 或是被冒充身份的無辜者 所以 需要被告協助幫忙送物資給他們 這個圖同時向他發送張健給公安機關 審查的視頻 並給予溫馨提示 提防姓張爪牙山人滅口 聽到這樣 即時順以為真 辯方呈上被告去年被捕時 由身上搜索的公安證 證件上有立警圍攻 執法為民這個字 姓名是杜立強 部門為深圳市人民檢察院 職務是國安局調查員 編號310918 被告 根據這個圖的指示 公安辦事要出師有名 所以 獲發臨時調查證 而證件中的相片 由對方透過WhatsApp 以PDF打印 被告說 這個相片是去年重新辦身份證的時候 在坤山 公安局拍攝的 由於外界不可能會有這張照片 所以他更加相信對方是公安的身份 被告相信自己獲委任做國安局的調查員 協助內地公安和香港警方調查跨境勢黑錢罪案 並被指令執行任務期間隨身帶著這個證件 香港警方知道了 不會作出阻撓的 好了 所以 到了去年9月3日 案發當日 被告接到圖的秘書 陳書記 以WhatsApp通知他 事主等白在 采營村的地址 並要求他前往把包裹交給對方 被告抵得延長 在御所附近確認等白之後 尾隨他上樓 然後離開星過激 被告已經被 擒住 並遭三人包圍 他驚魂未定 以為是張劍派來的爪牙 於是大喊救命 被告為求智慧 經歷極力爭脫 以提失方式奪路而移出 向梯奸逃跑 但是兩道防衛門之間再次被擒 他大喊 什麼事什麼事 我什麼都沒有做 你們幹什麼 但是對方就沒有回應 也沒有表露身份 被告感到背後受到重擊 因而前傾跪倒 隨即趴在地上 甚至被人所傷手扣 背部也遭失 蓋重壓至少一分鐘 空腔特別堂 被告 自當時 不能呼吸 依求對方放開他 又質問對方是甚麼人 但是沒有人理他 辯方大陸先問被告 為甚麼不相信對方是警察呢 被告解釋 因為父母工作關係 經常跟內地警察有接觸 他指 無論便衣與否 精神面膜要好 身體比例 例如標準 不可能過半過瘦 旅警也不可能會留過長頭髮 尤其是拘捕任務的警察 另外南警最好串頭 負責拘捕的旅警不會穿裙 更加不可以染髮 之後他接受 控方培問 控方質疑被告 在接到通訊局內電 只需要打電話在通訊局面開 核實來電真偽 被告說當時 只是關注電話號碼被停機的事情 而非來電的單位機構 控方說 被告能夠入讀港大精算系 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被告就謙稱 看來有甚麼角度 他的自個評估是高分低了 控方又說被告來香港生活兩年 也曾經獨居過 但起初電話騙案中指出對方要面對面六口供 之後又說可以透過電話錄音 電話錄口供 難道沒有懷疑嗎 被告解釋 當時因為照顧他的特殊情況才有改變 人家很體貼的 控方又說被告接獲來電指出他涉案 但可以向內地的 鄰居刑警大隊長請教 被告就說如果我當時做了也不會受騙 又指因為對方要求保密 所以也沒有向父母求助 控方大律師說 內地慣用微信而不是WhatsApp 而且副檢察長會有香港百位數字的號碼 跟他溝通是匪夷所思 被告就說內地可以透過VPN翻牆 意圖解釋為了方便跟香港警方溝通 因此才有八位號碼 不足為奇 好方說 偏向俄稱被告涉及國安法洗黑錢 他有沒有聯絡香港國安部門 被告反駁 你覺得普通人可以隨便聯絡國安嗎 他也未向香港警務處求助 好了 他說自然 未向這個老爸 查詢是最大錯誤 被告作為 作公曾指揮福田公安刑徵養隊長 曾經以自己的職位做擔保 幫他在圖 姓圖的人面前 求情 對一個涉嫌洗黑錢又素未謀免的犯罪嫌疑人實在不合理 被告解釋 因為 對方曾經奔錄他 還了解他的大衡生背景 認為我是一個被冤枉的好人 所以要令我感動落入他們的圈套 被告又自嘲了 像牙筒的聰明和社會上的聰明 是歷練的差別 控方又說 騙圖提供的內地檢察院網址 理應是c.neffect.com 被告聲稱當時不知道 至於洗黑錢 若以轉賬方式 不會有鈔票號碼作核對 被告稱當時心中慌亂 所以沒有時間認真 是細想 甚至承認 沒有向任職國稅局的父親查問 是自己最大的錯誤 被告又說 接到電話之後 因為感到慌亂 所以連家人也不敢亂說 也不敢透懷疑對方的要求 所以越陷越深 接著 控方提問的時候 被告突然間未經翻譯回答問題 控方質疑被告根本懂得聽廣東話 質疑被告門口謊言作故事 被告笑言 只是因為這個問題在辯方主持的時候曾經提及過 他才會明白 並自然所有政工接送室 盤問未完成 案件下星期繼續 我覺得十分之精彩 所以把整個字 都讀出來 大陸人 其實 共通點也是一樣 害怕 對於這個共產黨的害怕 所以 才會有那麼多這些騙案 而每一次大陸人接到電話 他們都不如有詐 因為 騙徒 十分之了解他們的心理狀態 十分之了解國內 就是如此無法無天 他們也知道 中國人 甚麼都可以做 所以 他們是會輕易上當 你試試打給香港人 立即被人屌老母 所以 最近 上當的全部都是大陸人 而上次 山頂那個 庫婆被人騙了兩億多 當時我就一口咬定 肯定 是大陸的學生 是大陸的學生 當時那個 說幫手那個 被人騙了錢 想自己拿回 所以 幫手辦公安 辦國安 那個肯定 也是大陸的學生 看著你 這節暫時講到這裡有點長 拜拜